练习的时候,我是建议你可以把旧的 那个中华邮政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来练习 不然的话呢,你做完之后 你要再回头再做一次练习 你会发现,因为VBA有一个 地方可能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像那个我们用滑鼠键盘 做完的结果可以控制自己,复原 那VBA做完是没办法复原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啦,所以怎么办 所以这个请各位,也许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拖拉加Ctrl键,你把它再复制一个 然后再来做练习,会比较OK一点点 OK,那这样的话,你做完练习 你就不会说做完一次练习 下一次还要再做下一次练习 资料变动无法复原的问题发生 OK,所以刚刚的东西做完之后把它执行一下 OK,那他资料就通通放在底下去了 虽然说这个做完之后 我把它复原一下,删除 再把它复制一次 拖拉加Ctrl键 这样子就又一个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当然他有一定的固定规律 比如哪些有规律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复制完一个之后 向下追踪 那你会发现喔 这边有一个向下追踪的方法 比较简单 我个人习惯的方法 而且 网路上其实我查了一下 好像有很多人习惯用这样的方法在追踪 某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你只要加1 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写的位置 那我的习惯是会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变数啊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让他向下追踪的话 那可以给个变数R等于什么 那追踪的话,请各位特别注意喔 这个追踪其实指的是一个范围的追踪 所以喔,所谓的范围一定是连续的 那什么叫连续 就是说这个中间 你不能随便一个地方喔 是空白的 比如说三支地方 假设是空白的话喔 原本Ctrl向下 他一定会停在空白的地方 所以喔 如果你要追踪的话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找哪一个栏 那不过啦 通常编号那一栏一定是 会有资料 就是不允许诺 不允许空子啦 所以喔 你就用那个第一栏来追踪 应该是OK 像这个我们Ctrl向下 那如果你要Ctrl向下这个动作 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的话 那通常我会先把游标 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当然我习惯啦 如果我不跑回圈的话 我大部分会用range 如果你假设要跑回圈 跟回圈搭配的话 我才会用sales 因为sales 里面两个参数一定要用数字 OK 所以理论上 当然range的话 习惯是用文字啦 OK 当然也是可以放数字 只是说他的写法又相对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如果你用A1好了 A1储存格 那就是这样子 向下追踪的话就点end and 前刮弧上下左右 向下追踪就xldown 追踪到的列 所以你会发现 追踪到的列 所以喔 刚刚的一连串动作 and xldown 那指的就是从上面 Ctrl向下到这里 那得到的列就是65 所以他把65这个数字 透过一个属性 就是R 帮我把它带过来 所以这边得到就是65 但问题我要放的是66 所以很简单嘛 我就在这个 这个后面再加1就好了 所以喔 我只要得到这一个 让他每次都向下追踪的话 那其实这个R 诶 那如果每一次 那不就把这个数字 改成R 就好了 所以喔 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后面加一个and and and r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A后面那个数字 就会跟着变动 那一样的道理啦 所以这个 这个后面的一样嘛 你可以再把这个数字 delete掉 然后空一个and r 那也就是说喔 每一次呢 他都会跟着 去做一个变动 ok 所以底下 Ctrl C 然后把这个地方 Ctrl V Ctrl V OK 如果说每一次每一次追踪啦 不过可能变成你要每一个 每一个都自己在上面再加一个 向下追踪 可是这样好像又不够 不太合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每一次每一次 都要这样去抓的话 好那反而让程式变得又更复杂了 本来只有五行 现在又变要多 多这个 这个向下追踪的动作 比如说要Ctrl C 然后这边要Ctrl V 然后又要贴 变成 可能五行变十行了 这样反而程式好像没有变 精简反而更复杂 所以下一步的话 你们要思考 怎么样搭配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可能就是 你可以思考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范围 变成可以跳着 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我刚刚提过 第四 有没有 第四第五 四跟五那就加一嘛 OK 那第七跟第八 那就是七加一嘛 就八 OK 然后再应该加 所以你会办法加三嘛 四加三等于七 这个应该是第十 这十三 这十六 所以它有个规律性嘛 这个规律我们抓到之后的话 剩下来你可以在上面 再补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是for i i就是它的列 跟这样 这个应该指蓝 哪一蓝 所以有时候蓝我喜欢用追 可以做区别 追等于什么呢 那个蓝喔 它跳动的是从第四蓝 一直到哪一蓝呢 一直到第十六蓝 OK 这个 4 7 然后 10 13 16 OK 16 但是跟他讲说 但是我预设是 中间间隔1 可是我现在不是间隔1 我要间隔3的话 那你记得这边要加一个step step就是说 你要间隔几个数字 那就是几蓝 所以间隔3喔 所以呢 如果是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那这样意思是说 我今天呢 要从第四蓝开始 那可是呢 我step3的话呢 就是 其实有点像加3 加3之后的话 变成第7 那再加3变成第10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范围 已经都制定 所以这个得到的结果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假设遇到考试 现在很多那个 这个这个 企业都会考VBA 那其实基本上就考 比如说 请问一下 这个回圈 追里面的值 会是多少 你就知道 4 再加3 7 10 13 16 OK 那你就知道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跳着 那我假设 要把这两行 有没有 因为你看这边有抵下10行 可是我如果今天我不要写10行 其实我只要写两行就好了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两行带到这里 所以复制过来好了 复制的话就是拖拉加Ctrl键 然后把这两行按个Tab键 那跟他讲说 我要改喔 OK 所以上面这个是追踪嘛 那下面的话呢 就是改 可是问题啦 你说老师那不对啊 我现在蓝是 这个D的话是D蓝 那怎么变成4 那1蓝怎么变5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是有另外一种写法 也就是说Range 它除了说可以用文字的写法之外 我先在这边设一个中 前面把它加个单引号吧 我把它改一下 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文字喔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 如果我要给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可以指定两个储存格给他 那那个储存格的话 你就可以用Sales 因为Sales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数字来表示 Sales的话就是 你怎么样表示D1 这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 Sales刚好跟这个Range颠倒 它是先列在蓝 所以前面是1 先第一列 斗点 第几蓝 蓝特别注意 这边要给数字 给4 OK Sales的1斗点4 那就D1 OK 然后如果66的话 那一样道理 你就打一个Sales 那一样66 然后逗点 第5蓝 OK 后刮符一下 然后再后刮符 这个后刮符是Sales的后刮符 那这个后刮符是Range的后刮符 OK 那这个表示方法 其实跟上面的表示方法 其实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老师会这样改 主要原因是要搭配回圈 因为回圈它的变数 一定要是这个数字 所以改完之后我们就好解了 怎么解 如果是追等于4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不会有个4 所以你把它改成追就好了 那它就怎么样 它就是4 第一次喔 就是第4 OK 那下一个的话就7 那就是7的话就G1 所以你会发现 刚好就符合我们开头的这个储存的位置 OK 那尾巴这里怎么办呢 5 那5怎么 我怎么可以跟回圈搭 其实很简单 你用追怎么样 加1就好了 因为它的下一栏 那加1不就OK了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已经把它 改成像这样的写法 那主要你想说为什么要这样改 因为搭配回圈嘛 如果你假设不搭配回圈 你爱写刚刚那个方法都OK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放在回圈里面 势必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回圈 它的变数呢只接受数字 不能是文字 所以刚刚那个文字就行不通了 OK 所以喔 那我们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 所以它等于是 把这个跑完 那等于就是底下这几个啦 等于是底下这十行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回圈的话 那就是上面的写法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这几行啦 当然我如果不删掉的话 习惯上我会按 工具列上按右键编辑 然后把这个前面加单以后 所以使程式变为注解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锁动加单以后也可以啦 只是说自己锁动加单以后要加十个 这太浪费时间了 也就是把底下这十行 变成一个回圈 OK 那这样基本上呢 我们基本上应该改完了 我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应该OK啦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那我建议啦 你可以按F8 上以后有提过 逐行去跑 它会慢慢告诉你细节的部分 所以我们按F8看一下 F8一行先执行Sub 然后这一行还没动喔 所以按F8 这一行跑完了 那现在J里面的值是多少啊 4 诶对没错 然后R里面的值多少啊 R不知道 以游标放上去 66 所以我把这个Ctrl向下 就跑到这里了 66喔 是不是说我这个call过来的话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知道的话 这个值 你也可以看一下J是不是 所以Sales 所以这个里面是放 里面这个储存个里面放的值 是不是新竹市 看一下 对没错 所以D1里面新竹市 然后呢 这个后面这个里面是放什么 424 没错 就这个 那Copy到哪里呢 Copy到A的66 所以喔 如果这一行执行的话 F8 下面这个OK了 那再Ctrl向下一下 131 所以喔 NAS的话就下一个 那下一个J的话呢 就是7了 有没有它变成说 4再加3 7 7 然后呢 一样我向下追踪 那追踪到加1 之后的话应该是1 32 没错 然后这个的话是 第7 所以7的话就是应该是 我们的 哪里呢 G栏嘛 OK 那H栏 所以一样喔 把它Core过来 Core过来 Core过来 向下追踪 有没有 那这个就Core过来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它全部执行 那理论上喔 Ctrl向下 就 全部都跑完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说 如果将来你的范围 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像现在 5个其实已经算 算多了耶 OK 那如果未来是 10个 甚至是50个 100个像这样的范围 你一定绝对不可能是 足行慢慢写啦 不然的话 可能是 只要一个范围就写 写两行 这样的话写出来 可能是 太冗长了 所以只要它是有规律的 像这个地方 因为是它 中间Step3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Step3 并且配合向下追踪 加1 有没有 让它自动跑到 我们要的位置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建议你们练习之前 可以先怎么样 先 把这个范围 拖拉加Ctrl键 这样就练习 这样来练习 应该比较OK 它执行的话 应该就可以跑出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个的结果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 应该也可以看到 在第几页 我写完的 这个是刚刚第9 然后我写完的 应该在这边 OK 所以一模一样的 第10页的地方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